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在睡觉中 我突然跳起来 看到窗子想跳出去 那时候我就觉得 一直有一个阴影一样的东西 在和我随时在纠缠我 他说如果你不跳 我会瞧不起你 我就看不起你了 你就跳了 对 抵抗抑郁 我们选择的方式 可以是快乐面对 你说骂你去骂谁呢 就是我在自己 自己家里面骂 在自己家里对着墙骂 有什么用 没有我就看到 如果博客有骂我 我很生气 然后你就对着你屏幕骂 对骂完之后就把它删掉 那我心里就舒服了 所以你的快乐 保持得很纯 还是你从前的样子 是非常好 你懂得让自己放轻松 现在的人得抑郁 因为他没有让自己放轻松 他没有维持他原来的快乐 陆友约 苏永鹏 林清如 赵波 孙明明 带你一起体会一个特殊的抑郁心理课堂 本来在后台等的时候心情不太好 因为今天下雨天音 而且来的时候就要堵车 但看到你们我就不太抑郁了 虽然今天话题还是跟抑郁有关 因为抑郁的确是一个对人类越来越产生很大威胁的一个疾病 今天这个现场会是一个课堂 有很多你们熟悉的人 当然也会有你们不熟悉的今天主讲嘉宾 这样我们先掌声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 还有三位特别的来宾 来掌声有请他们 给你们一介绍啊 等一下 你好 你们声音很大 这样 我先来介绍一下好吧 左边这位是我的老师 来自哈佛的心理学博士孙明明女士 欢迎她 大家好 坐在那边的呢 是著名的作家赵波 欢迎她 这两位麻烦我讲的时候 你们掌声稍微醒一点 我的心脏已经太受不了了 林心如还有苏友鹏 哈喽 我们本来话题挺严肃的哈 看到他们俩我觉得谁都不会抑郁 特别亢奋 下面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会亢奋的问题 为什么会请他们来呢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了很多有一些数据 我看到以后觉得挺惊人的 全世界有3.4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中国有2600万人 每年会有14万人死于 因为有这个疾病 然后自己不能摆脱出来 可能会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 所以是挺危险的 这样吧 我先把这个课堂交给老师 你来讲好吗 我们会有些心理测验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大家知道我的声音很难听 让你们先抑郁 然后体会抑郁是什么样的感觉 抑郁呢 当它发生的时候呢 是一个不能控制的 所以我给有忧郁人的建议呢 是你应该要去看医生 而且要遵守吃药 因为你停服的时候 就会有自杀的现象 好 今天我想说一下 为什么会请到他们三位来呢 三个人可能是不同的性格 金如你觉得自己什么样的性格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 特别开朗的 又乐观 你在生活中见过比你还要开朗的人吗 比我还要开朗的 嗯 啊 私有朋友比大家开朗 他不同意 我比私有朋友开朗 我比私有朋友开朗 对他开朗 对我比他开朗还蛮多的吧 还好吧 就OK咯 对他他对他很开心的人 你是呢 你是忧郁型的人吗 装忧郁 没有啦 我觉得都有吧 其实我还算是 理论上应该算感性的人吧 所以其实各种情绪的那个都会有 不过还是比较偏正面多一点 嗯 你一天当中是高兴的时候多还是不高兴的时候多 看17耶 我觉得有些时候 比方说有可能有几年 可能那几年你自己调试的不好 或是一些外在的境遇你觉得 没有那么如意你可能会不开心 那几年可能相对我觉得那个 平均值就低一点 嗯 可是像最近呢 我就觉得我大部分都是很开心的 今天你起来以后开不开心 开心的要命 哦为什么 刚刚我听到你的开场 白显说今天下雨很忧郁嘛 嗯 我不一样耶 我今天到我们全部在那个 就是我们军动头发 全部整装完 一上次我播了一个音乐 然后配上外面的天气 我突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哦 我觉得我们这种性格很好 就是自来嗨 其实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自己就觉得很嗨 自我感觉很好 其实我觉得跟心里面 那种感觉很有关系 如果今天有一些忧郁的话 正好碰到下雨 就会觉得更忧郁 对吧 好 你们俩性格我大概了解了 赵波 赵波 我觉得你不说 我就能看得出来 你是特别忧郁类型的 对吧 也不定 就是说我比较极端 两个方面都有 就有时候是特别开心 特别嗨的那种 然后有时候就说 可能是会想的很多 然后无端的陷入忧郁 好 无端的陷入忧郁 老师你呢 你是属于性格什么样的 我呢 原来应该是属于快乐型 但是我觉得人生呢 总是都有 木薄薄污沙折 没人都有 都会含有抑郁的特质 但是心理医生如果做得好 应该没有问题 有一点啊 我觉得做心理医生 跟做访谈节目有点像 就你老听别人的故事 对 而且是比较悲的故事 多一点 听多หL Clark 听多脸后对自己 心情是有影响的 你听多脸后会不会抑郁 我在治疗抑郁症的病人 治疗多的时候 曾经有两次经验 就是我在睡觉中 我突然跳起来 看到窗子想跳出去 我曾深切体会到 接近抑郁 想要自杀 是没有用思考的 请问您当时在几楼啊 很高的楼 但是还好 我的脑筋很清楚 我知道抑郁症 治疗的时候会自杀 所以我停住想想 发生什么问题 所以抑郁症发生 发病的时候是非常可怕 所以在服药的人 绝对不可以停止服药 因为它是一个 很奇怪的冲动 像你喝醉酒 你不知道做什么事 你就是要去跳楼自杀 今天我们现场会做 几道心理测试的题 有四道题 你们都可以跟着做一下 可以测出你们大概的性格 后天的一些行为的 有没有一些特征 非常难得 有机会 你们可以连续看到 系列式的测验 来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是非常难的 其实有一点 我们都会有一些些 不同程度的汇集记忆 就是可能我有病 但其实我很怕 别人告诉我有这个病 这样我会很紧张 但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汇集记忆 胃雨绸缪 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提前知道 可以预防 可以治疗 这样先来做第一道题 好的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这道题是要测出 每个人有没有抑郁倾向 到什么程度 我们会可以看到 有五个不同颜色 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这应该 老师我能说这是什么吗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图 用不同颜色称底 紫色 红色 咖啡色 绿色 黄色 你觉得哪一个图 最恐怖 就是在什么颜色 称底之下 你觉得它非常的可怕 你们每个人都想好一个颜色 不一定别人说绿色 你就说绿色 老师选一个最恐怖的颜色 对吗 对你来说 你觉得最恐怖的 好 赵波 有朋 欣如 你们都选一个 自己觉得最恐怖的颜色 我觉得还都挺好看的 我也觉得 咱俩 都不可不 特别恐怖的颜色 但是必须要选一个 对吗 对 就选一个 你觉得最不 最不可爱的 咖啡色 相比 你选咖啡色 有朋你选哪个 咖啡色是哪个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颜色 姓如你呢 红色 你觉得红色最恐怖啊 我觉得红色比较像内脏 所以 感觉比较可怕 有朋你呢 我选个绿色好了 一般鬼片不是 脸都会打那蓝光啊 打绿光 你选绿色啊 那我就选紫色呗 行 紫色哈 老师你来说 你从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 人 怎么得 抑郁 抑郁来自你最喜欢的 你如果想想看 最讨厌 你觉得咖啡色最恐怖的 如果没有这个图形 你平常生活中 你一定是觉得咖啡色最顺眼 有没有感觉到 你最喜欢红色 可是我不喜欢紫色呀 对呀 我也不喜欢咖啡色 你们现在只是 不是特意你最喜欢 我们是硬选的 我们是硬选的 咱们俩太 配合度高 如果觉得他没有任何地方是可怕的 没有一张图可怕 表示你现在没有任何可以让你变成抑郁的原因 有多少人觉得哪个图都不怕 大家还都挺健康的 刚才我们也基本上是这样 觉得没有什么太可怕的 如果你喜欢红色 因为你喜欢人群 红色代表人 喜欢红色的人 不论什么样的人 有受教育 没有受教育 内向外向 你都喜欢 你跟人在一起最快乐 对 我喜欢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后一起聊天 玩 吃饭喝茶之类的 你平常出去都是跟很多人一块出去吗 如果让你一天一个人待着 你会受得了吗 一个人待着 不太行 待在家里吧 但是可能要上网啊 讲电话啊 看电视 我不能什么事都不做 我也很无聊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要跟人接触 他才觉得人生有意义 所以你的恐惧就在于人 所以你所有的压力来自于人 你所有的烦恼来自于人 对吗 所以你的抑郁是来自于人 那我会变成不跟人接触吗 也不会啊 你要学习 不跟人接触 独处 不看电视 也不 要学习 享受孤独 从五分钟开始学习 然后变成十分钟 慢慢来享受自己的生活 你要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去思考一些问题 好的 赵波刚才选的是中间咖啡色 咖啡色代表什么 咖啡色 一定赵波呢 在生活中间 跟咖啡色有关的东西 都是最喜欢的 不是的 巧克力糖你喜欢吗 巧克力喜欢 所以当咖啡色出现 巧克力特色的时候 你就会喜欢 那他最害怕什么 最喜欢什么呢 咖啡色是所有色彩里面 最固执的 自己自以为是 别人的意见不接受 除非这个人 是非常强悍专家 否则你没有办法接受 任何人的意见 你固执到了 几点 因为我在医院 谷科医院的时候 还整天在想着 你们现在给我治好了 白治 我出去就跳喝 但是你怎么可以 把他骂你的话 天天挂在那上面 你更生气啊 只有几人去看 只有你去看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很出色的一个作家 他的很多书我都买过 但是一般作家 都会有一个特质 我觉得 就特别敏感 非常敏感 而且可能会 脑子里面会天马行空的 在生活中 敏感的人 很容易受到伤害的 我觉得 赵波就是这样一个人 会感受到很多东西 然后感觉到生活中 很多的压力 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 赵波 有一天晚上 他突然觉得 好像有一个声音 在脑海里面告诉他 像您刚刚讲的那样 跳下去 他从四楼 对吧 赵波 从四楼跳下去 但非常巧 在二楼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像雨棚一样 一种塑料的雨棚 对不对 赵波 等于挡了他一下 那么他从四楼 掉到那个二楼的雨棚上 再从那个雨棚 又弹到地上 所以那个缓冲很重要 如果没有那个雨棚的话 我不知道赵波 今天能不能坐在这 幸亏有那个雨棚 他弹到地上以后 本能的会觉得很疼 然后这时候 人的那个求生欲望 特别特别强 但是已经是很晚了 赵波对吧 正好有一辆 凌晨的时候 正好有一辆警车经过 他本能的就喊救命 我听到这故事以后 我是特别的震撼 赵波我能问你 当时在跳之前 你是脑子里面 听到什么声音吗 其实内阵 可能幻听和幻觉 都很严重 你听到什么呢 我就听到 就是有一个女人 她在叫我 就是其实就是在 前一天晚上 我已经站在那个四楼的 一个栏杆上 站了很久 但是我看着地下 我觉得我不敢跳 但是到第二天晚上 我又无法入睡 就我还是凶懵 我必须出去 然后我又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次 我就听到那女人说 你再不下来 我会看不起你的 然后我那时候 我能问一下 这个女人说话什么口音吗 她普通话 东北口音 普通话 大概像你生活中的 谁的声音吗 我觉得就很奇怪 突然凭空出现一个声音 就其实那一阵 可能就是这女人 可能纠缠了我很长时间 也可能和我以前 就是在那之前 写的一篇小说有关系 在那小说里 就写到就是 有一个女人死掉 然后什么事情 然后那阵 我就觉得 一直有一个 阴影一样的东西 在和我 就是随时在纠缠我 她说如果你不跳 我会瞧不起你 我就看不起你了 然后呢 然后那天晚上 我觉得我必须就是 我不能再退回去了 因为前一天晚上 我已经就站了个半天 可能站了一个小时左右 一直在斗争 然后我觉得我要回家 然后但第二天晚上 在凌晨 我就觉得 我根本无路可走了 你就跳了 对 跳的那 但那个跳 其实我还是不敢 只对着下面的水泥地跳下去 因为我害怕就是 还是可能女孩子爱美 可能不敢就是 就是可能那个 我就看到那个 在那个顶上 有一根铁的一个 就横挡一样的 然后我手里有一根围巾 然后我当时想法是 我把围巾掉到那个上面 然后我把脑袋 就把自己掉上去 你觉得量会稍微美一点 对 我觉得那样不会血肉模糊 然后但是其实做这个动作 在这过程当中 你根本不可能就是身体 他 你头一探出去 身体一出去 整个人就往下坠了 就 而且在空中 就你根本不知道 已经到下面了 在空中的时候 人清醒吗 不可能 就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 我清醒过来 我已经在下面 我就觉得脚疼 然后我想站起来 已经站不出来了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就是在像 那一段日子里面 你会跳下去是 你觉得你自己不开心呢 也不想活了 还是真的只是受到 那个人的怂恿 或是他一直 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是我请到的 我们以后 我很认真在问问条 不要一直看着我 没有怎么样 但其实我觉得年运很重要 那一年我整个 就是处于一个低潮期 就一个人不可能 被一件事情打倒 但是如果你同时被 六七件事情都不顺利的话 你整个人是绝望的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力量 再把自己救出去了 如果又来一个女鬼 整天纠缠我 有朋友你想不想问他 说被六七件事打倒 都是哪六七件事 那请问是哪六七件事呢 我觉得有朋友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就可能就比如说 写一本书 还要就被人骂 然后然后就是 有没有情感上的原因 感情 对对 感情可能当时也有 我怀疑就是 我当时男朋友就花心嘛 我就觉得我 我这个我投入的感情 我始终就是 可能没有安全感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人 就是也不可信 然后还有别的当然 还有好多事情 有很多综合的压力 对对对 但其实这些事情 现代人都会碰到 比如说工作上的压力 写一本书可能被人骂 那像我们 拍一部戏可能 人家骂得更惨 你们试过吗 拍一部戏 比如自己花了很大心血 被人骂 有啊有啊 那现在很多狗仔 假消息那怎么办 我们也是有时候 对啊 看一看就算了 你们还会看呢 还是会看 不想看也会看到 就还是会看到 就会有好事 假装很好心的朋友 跟你讲 哎最近怎么看到 黎星罗 我觉得什么消息啊 之类的 走吧 最近这些很含张 提起你的记忆 但你自己不能忍住 你不上网 看关于你的消息 不看报纸 关于你的消息 你做不到这一点吗 我还是会看呢 就看一下 然后如果 他他说我一些不好的 我自己会 心里面骂一骂 那就算了 我不会放在心上 但我还是要骂出来 就我要发泄 嗯 其实这是健康的 对不对老师 我不喜欢放在心里面 我很难过的 赵波你能做像他这一点吗 我就是不能呀 当时那个博客刚刚开 然后我每天 因为他那时候 我评论没有关 就是任何人都是可以 像文革一样 贴大字抱扬的 就假名字 他就可以 谁就把你骂了 我也有很多 真的 我也有很多 但我就没法像你一样 就是当场我也骂一下 我就全 哎不对 你说骂你去骂谁呢 就是我在自己 自己自己家里面骂 在自己家里对着强骂 有什么用 没有我就看到 如果博客有骂我 我很生气 然后你就对人的屏幕骂 对骂完之后 我就把它删掉 我心里就舒服了 其实这种 这种阿Q式的做法 你说没用吧 也是有用的 至少我在骂的那过程中 反正我的气 反正我说发了嘛 你呢 我觉得你也只能这样做 我觉得没有人喜欢被 误会 或是被误解 对那你会有一种 委屈的感觉 以前我真的会在乎 到现在我觉得 经历了很多吧 也不是说麻木 我真的可以做到 看完 我就忘了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就我不会去care的 就是我还是 其实到后来 我会明白怎么讲 因为我有网友 当然我之前 也可能遇到过一些 人家不实的消息 去攻击我的 那我 我也是在我的博客上面看到 就他们会说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我真的第一次觉得 这话说真有道理 我真的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人的 以前我 因为我自己是处女做的 在我小时候 我觉得我很完美主意 我希望每个人都觉得我好 我希望我能够 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面 我尽量把事情都做到好 这样子 不要 尽量滴水不漏吧 这样 到后来发现 其实真的不可能 所以我现在 我连骂都不用骂出来 我看完 就 关闭这个视窗就好了 理都不理 我可以做到 他们这个段位已经变得很高了 赵波你觉得你的境界 离这还有点远吧 我做不到 所以我后来把评论渠道关掉了 我只留留言 因为留言 他是必须他有博客 他才能来骂我 因为我觉得你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他可以随便骂的 但如果他有一个博客 我知道他是谁的话 他还稍微会 就是说 会有点注意 他可以开一个 但是他里面没有任何的资料 对对对对对 我也碰到过一个人 他画了十几个名字 空白的 就是每天 他有一阵天天来骂我 这么执着的 为什么呢 是那个女鬼吧 可能 就是那个声音可能 但后来我给他留了一个 我就给他回复 我说 你就是画一千个名字来骂我 我也活得比你好 你不要理他 所以他骂出来 他重伤你 就是刀刀要见血 你知道吗 他又知道你的事情 对对对对 天哪 比较讨厌 刚才是老师一直在听我们这样聊 您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苏尔鹏的方式 就是根本不觉得它存在 随便它发生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可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你如果要是在乎这些小事 你的大事做不成 真的说太好了 因为我身边也有人 你是间接夸老师 其实就是夸你 直接夸老师间接夸你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学这个 因为其实像我们 有时候我公司的同事 也会有时候 也会去上网看一些 有时候可能 有些人可能也会批评到 我的工作同事 工作人员之类的 那有些时候 他当然有时候 今天心情好 看完有时候就帅 有时候心情不好 再看到这些东西 真的是雪伤加霜 这时候其实基本上呢 我都会蛮不留情了 我觉得你真是无聊 网络就是这种 让人家匿名攻击的地方 你还去中招 你不是很无聊吗 然后你还会气到想去回复 那人家不是更 人家更开心了 你根本不要去理他 我通常会这样建议 建议啊 赵伯 你都不要理他 真的 如果你一直不理他的话 那人可能写三个月 就因为你理他 那人写了半年 对他就知道 原来你真的会看啊 太好了 我骂你他 我到最后才理他的 前面我都是 每次都删掉 然后他觉得 你这是这么一个 无力的人 你算就代表你会看啊 你根本理都不要理 他自己就无聊了 但是你怎么可以 把他骂你的话 天天挂在那上面 你更生气啊 有几个人去看 只有你去看 那 你真的是这样子啊 真的是这样子 给我留言的人会看的 给我留言的人会看的 那你管他呢 但其实每个人 在评论别人的事的时候 脑子是清醒的 但到自己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陷在里面的 你说对不对 比如现在我是赵波 你真的不应该看 但可能那关于我的时候 我会还是会忍不住 忍不住 可能还是会忍不住 我觉得要开始练习 你要忍住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慢慢就习惯了 赵波现在已经恢复的不错了 我知道这两天 刚刚再做完最后的手术 对吧 赵波当时 当时 那个就 就好像有警车经过 他喊那个警车 你要把他送到医院 在医院里面醒过来以后 有没有再想 我还要想别的方式 再去尝试一下 想 其实我真的好是在骨科医院 就是做完什么乱七八糟手术 然后又养了一段时间 就是又进了一个 其实在我们老家 那个是叫和平医院 其实类似于它里面有很多精神专科的 就是比如说我那个精神神经二科什么的 就其实是 他是说你是有点这方面出问题 因为我在医院 骨科医院的时候 还整天在想着 你们现在给我治好了 白治 我出去就跳河 为什么又改跳河了呢 因为我家 我心想 你们这现在给我治 里面还要给我加钉啊什么的 我心想 如果我跳河的话 有重力 就不用绑石头 就直接跳了 你会游泳吗 谢谢大家